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全系现在最顶配的暗夜骑士版 它的价格要卖到1018,800这个价格呀 真的是不是很便宜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啊 那这辆车呢因为是暗夜骑士版嘛 所以整个车身呢用到了一个全黑化的装饰 那就几乎没有一点点镀铬的装饰了 前面可以看见它的中网是整个黑的 然后包括它的logo也是黑色的 大灯呢用到的肯定是最顶配的这个矩阵式的LED光源 侧面呢它的轮圈是23寸的一个尺寸 非常大的轮圈 但是我觉得用在这辆车上啊 其实看着还是很协调的 然后前面呢它用到的是一个六火塞的卡钳 是喷红色的 不过呢我觉得整个卡钳上好像少了一些东西 那如果是我买回去呢 我应该会比如说喷一个RS的logo 懂意思吗 那侧面呢它还有一个配置呢 就是这辆车是带有电锡门的 并且前后是都有的 然后车尾呢贯穿式的尾灯下面隐藏式的排气 那整个这个车的外观呢 我觉得它虽然没有URUS那么犀利 但是其实你也能看到一点点URUS的影子在里面 OK再来看一下它的后备箱 首先呢电动的尾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整体后备箱的尺寸呢 我觉得对于这个级别的SUV来讲 你都不用有太多的担心 因为毕竟整体车身尺寸在那儿了 后排呢是可以424比例放倒的 这样呢你放一些比较长的东西 后排两边还是还可以做两个乘客的 这一点很好 配置上呢挂钩锚点照明灯都是有的 盖板下面是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 然后左边呢有一个网斗式的储格 里面藏了一个12伏的电源 那边呢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可以单独去调节后轴空气悬架的高低 并且这辆车可以调节的范围非常大 它可以达到90毫米 这样的话呢 其实对于这辆轿跑型的SUV 你就不用去担心它上下搬去东西 可能不太方便了 车内呢首先整体内饰的设计呢 就跟现在大多数的奥迪车 是一样的这种虚拟座舱 三块屏幕的设计 不过呢我觉得这辆车 在运动豪华感的营造上呢 还是很好的 上面呢是皮质加缝线的材质 门板上面也是 然后呢中间这个位置有Ancantara 还有呢就是它中控台 下面的这个部分呢 是有木纹的装饰的 但是方向盘呢 它又是这种打孔的方向盘 座椅是这种独立的一体式的座椅 并且呢它上面有S的logo 还有这种菱形缝线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整个这种运动豪华感 营造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另外呢就是它中间的这两块屏幕呢 我有一个比较想说的点 就是它的里面的按键 你按下去它是有物理的反馈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就不像很多这个屏幕呢 你按下去没有反馈 那虽然说呢 这辆车几乎是没有实体按键了 但是有这种反馈 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讲会更好一点 前面它这个全液晶的仪表呢 可以看见它的数字表的表底 是300公里每小时 真的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 对于一辆这种SUV来讲 然后呢就是这辆车 它的配置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点 就是它的所有配置 几乎都是标配的 就是不用选装 比如说呢 它两边座椅的通风加热 还有按摩的功能 屏幕里面呢 你可以看见它有七种驾驶模式 空气悬架可以调节高低 有自动泊车 包括呢 它的方向盘 是电动调节 还带有方向盘记忆的 这些功能都是标配的 是非常好的 那这辆车呢 其实它有唯一的一个选装 就是它的大的BNO的音响 就是前面在高音塔的那个 那个选装的价格是78,800 价格真的还挺贵的 那其实这辆车 它普通标配的 也是一个BO的音响 只不过那个会看起来 更高级很多 OK了 那前排基本就是这样 下面再去看一下后排 来到后排呢 首先前排是我的驾驶位 我的身高是米78 咱们先来看空间 那它这个座椅呢 是可以前后调节的 我现在呢 是调到最后面了 腿部是有两拳 多一点的空间 头部呢 它这边有一点偷空间的处理 也有大概四指的空间 那它的座椅呢 可以前后调节 并且靠背角度 也是可以单独调节的 不过座椅的整体软硬呢 还是比较奥迪 就是偏硬的那种 配置上呢 上面是一个全景的天窗 这边呢 有可以独立调节 温度跟风量的一个空调 两边座椅带有加热的功能 中间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地台 不过脚是可以踩在上面的 所以坐三个人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下面的充电部分呢 有两个Type-C的充电口 跟一个12V的电源 那这就是这辆车后排整体的一个情况了 动力部分呢 普通版的Q8就是2.0T跟3.0T 加轻混的两个动力版本 一个是240多马力 一个是340多马力 那其实呢 在我看来 这个2.0T的其实也够用 但是3.0T肯定会有更平顺 跟更充足的动力储备在里面 另外呢 这辆车还会有一个更高阶的RSQ8 就是4.0T的版本 那其实那辆车在我看来呢 那就是一个换标的Urus了 就是奥迪标的Urus 那其实在我看来呢 Q8这辆车它最大的一个意义呢 就是它跟Urus是同平台的 但是Q8是一个我们努努力 就可以够得到的车厢 因为2.0T的车厢 它卖是70多万的一个价格 那你想啊 就是兰博基尼这种东西呢 你生下来没有 以后有的可能性 真的其实也不大 但是对于辆70多万的Q8来讲呢 其实我们努努力还是有机会的 OK啦 那这就是这期的老铁快上车 咱们下期再见